大家好,欢迎您观看韩媒视角,我是韩媒,今天是2022年7月5日星期二 最近美国组织的环太平洋军演,这是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军演 他邀请了韩国日本,对吧? 我看到韩国人简直是兴奋得不得了 受邀去参加这样的军演,本来就兴奋得不得了,觉得是受宠若惊 大惊小怪的进行一些吹捧,夸耀 比如说今天韩国的媒体就发表了一篇文章 还说这篇文章是一个军事专业的记者写的 但是我看他就是大惊小怪 和中国的普通军迷比啊,都小屋见哪屋 那他这个题目呢,是这样写的啊 说是呢,以为是太空战舰 最强美国隐形战略舰 首次参加环太军演 似乎在亮相给中国看 那副标题呢,就是美国朱姆沃尔特级驱逐舰 麦克尔蒙苏尔航首次参加世界最大多国海军演习 那他这个大惊小怪的啊 说哇,这是什么东东啊 看起来像科幻片里面的太空战舰啊 这也太酷炫了吧 说却原来是美国的中沃尔特级隐形战舰呢 然后呢,就吹捧这个战舰啊 说这个外形呢,这么酷炫 像极了太空战舰的这个价值5万亿韩元的美军驱逐舰 麦克尔蒙苏尔号 简称是DDG-1001 然后呢,还发出来美国第三舰队司令部 发出来的视频和照片 吹嘘呢,说这个驱逐舰呀 极尖端技术于一身 而且呢,东位是1.5万吨级 世界最大的,最强的,最尖端的驱逐舰 这次亮相呢,就是来吓唬中国的 说这个舰呢,不仅仅是外形酷炫 而且呢,它能隐身,东位大 而且呢,上面说是装了两门的155毫米的舰炮AGS 什么叫AGS呢?就是先进舰炮系统啊 说呢,这个舰本身呢,是隐身的 然后这个炮呢,为了减少雷达对它的侦测能力呢 它平时就卧在里头,用的时候呢,才拿出来 总之呢,这是非常非常先进 而事实上,这个舰有这么牛吗? 那我就查了一下 我就发现呢,这个舰呀 它是在2016年底的时候下水的 它下水之后 我就看到网上,有很多的军迷呀 就在讨论这个舰 说这个舰呢,有没有那么牛叉 那当时呢,我看到军迷没有去讨论它的这个隐身功能 隐身功能呢,其实没有什么好讨论的 而且呢,它这个隐身功能啊 在去年年底的时候呢,也是挺丢人现眼的 为什么说在去年年底的时候丢人现眼呢? 去年年底它这个舰呀,就回到厂家啊 进行维修,为什么呢? 因为它全身都长满了秀啊 就说明什么呀? 因为它要衍生的话呢 其实它就是要用一个特殊材料贴在它的表面 去反射那个雷达波 应该是吸收那个雷达波吧 总之呢,就让你这个雷达波呢 侦测不到它 去对付那个雷达波 应该是吸收 如果反射的话呢 雷达来侦测到一个物体 就是通过你发射一个波 然后它反射回来,你就知道那儿有一个东西 那它能够隐身呢 就是你发射一个雷达波 但是不会回来 你就不知道那儿有一个东西 如果没有东西的话 你这个雷达波就不会回来 所以说呢 就是它表面呢 有那些特殊的东西 为什么它表面那么酷炫呢? 它这个形状为什么跟普通的舰艇就不一样呢? 它就是为了来对付这个雷达波的呀 所以呢 它的形状才不一样 那它表面也不一样 就是它表面贴的防雷达的这个材料呢 它生锈了 全身呢 锈起弯弯 然后回去修 这是一个挺现眼的 但是在2017年的时候呢 这些居民并不能够预测到这一点 所以2017年 这些居民在讨论这件事的时候呢 并没有讨论这一点 你说你大也没有什么了不起的 中国也有这个万吨大区 对吧 然后呢 你隐身也没有了不起的 最关键最关键的 你不是一个邮轮呢 对吧 你是一个战舰呢 战舰你最重要的 你要能打呀 那刚才呢 我跟大家说了哈 韩国的这傻叉 军事专业记者哈 他大惊小怪的 他就说呢 他这上面装备的这个舰炮呢 叫AGS 那这个AGS 是不是就像这个韩国的 所谓的军事专家记者 所吹嘘的这么厉害呢 其实不是 据中国的军迷说 说这个战舰呀 这个AGS啊 它呢 是一种射程是180公里 射速是每分10发的一个 155毫米升管火炮系统 它主要是用于呢 对地打击的任务 就按说哈 如果没有中国的话 那他这个也算是比较先进了 但是你要跟中国比 那你就不算什么了 但是 网上那个中国军迷说呀 他这个AGS这个舰炮系统 他所能装载的炮弹 听起来呢 是挺唬人的 他这整个的这个炮弹的重量呢 是118公斤 听起来呢 很唬人 但是呢 你唬得了外行 唬不了内行 军迷就说呀 他这个炮弹呢 虽然挺大的 但是呢 他那个战斗部 却只有10.8公斤 这个呢 就没多大 这是一个什么概念呢 说一个普通的 155毫米的一个榴弹炮的 那个炮弹呀 他的弹药量都会达到8公斤 你搞这么一个非常高大威猛的 高大上的这么一个舰艇 然后你搞这么点小的一个炮弹 那有什么用啊 你要这么小的话呢 如果你去打地面的目标 地面目标呢 通常都是钢筋混凝土 你去打地面上的钢筋混凝土呢 说可能连个坑都不会留下 这个战斗力没有那么强 我就看到呢 有网友 有可能啊 就不是一个军迷 军迷一般的说的呢 就是有条有理的 有一个网友呢 他可能就不是一个军迷 他就从这个现象来说 2016年美国是舰艇下水之后呢 有网友就说了 他说你就看吧 他先进还是不先进 他厉害还是不厉害 就有一个指标 就看我们中国呢 对他感不感兴趣 是不是说朝这个方向来研制 是不是仿制他 说白了就是这样 中国如果仿制他 就说明他很厉害 中国如果不仿制他 就说明他就是nothing 就根本就不厉害 啥都不是 2016年他下水了到现代 已经是六年过去了 对吧 中国有仿制他吗 没有 中国没有仿制他 中国什么都没有仿制他 中国舰载武器 比他要先进的多 具体呢 我就不跟你说了 军迷呢 搞了好多的那个 中国的舰载武器 和他这个AGS相对比 就说明了这个AGS 他是很落后的 因为他研发的时候呢 就比较早 他2016年下水 并不是说他2016年之前 刚刚研发这个不是 他研发了很长时间 他本来是要生产这玩意儿 生产30多艘 结果呢 他就老是推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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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越推迟越久 他那个款项呢 就都用完了 根本就生产不出来 30多艘 只生产了三艘 确实是这样的 韩国的那个 所谓的军事专业记者呀 就会看热闹 我看着他跟我差不多 根本就不懂 看过热闹 然后呢 就为美国摇旗呐喊 他就是为了捧美国臭脚的 为了给美国摇旗呐喊的 他就是为了这个 来弃中国的 还说着这玩意儿 就是来吓唬中国的 这一个陈旧的东西 有什么好吓唬中国的 去年年底 不是还浑身掌袖吗 对不对 我都知道那事 我不是军迷 我都知道那事 有什么好炫耀的呢 好 这是我今天这个视频呢 跟大家说的第一件事 第二件事呢 就是有关日本 前两天 我不是跟大家说了 关于中国和日本 在世界上竞争 这个高铁项目吗 日本呢 就是他竞争不过你 他就来捣乱 他推出来说呢 我哪怕是不挣钱 我就是零元 我也要拿到这个订单 结果呢 结果事实证明呢 日本干的活 要不就是很差劲 漏水呀 碗点呀 之类的 要不就是呢 迟迟交不了活 交不了工 人家都不用他了 中国呢 就以 干的这活呢 又便宜 又好 又快 受到了全世界的欢迎 我在刚才的视频里面 我还提了一下 提了一下这个埃及 埃及从2015年 说他们的首都啊 要迁都 打算呢 就在沙漠地区 来建立一个新的首都 那么投资是多少呢 30亿美元 好 这个消息一出 就西方国家呢 有好多 他们也垂涎三尺啊 也想拿到这个大单啊 30亿啊 结果呢 埃及就撂下狠话 说我们只相信中国 那之后呢 西方就各种捣乱 就想给你搅黄了 就好像什么呢 就好像中国和乌克兰 合作的那个马达西奇一样 乌克兰的这个航空发动机企业 马达西奇 他们自己呢 根本就无力来运转 那中国呢 就想说 把他给收购了 既解决中国的这个发动机 不能资产的问题 同时呢 又帮助乌克兰度过危机 可是美国呢 美国应该还包括欧洲 就各种的捣乱 主要是美国 就各种的捣乱 中国的那钱都给他了 然后呢 他们就打盘了 尤其是在泽连斯基上台以后 依靠着这个美国 什么事他都敢干 已经这个钱都交了很多 上亿对吧 就交了好几亿了 泽连斯基就愣能赖掉这个项目 然后就赖掉对吗 这个呢 给中国一个很大的教训 不仅仅说美国会卡中国的脖子 像乌克兰这样的国家 他倚仗着美国 他想要去抱美国大腿的时候呢 他为了向美国邀功 他也会卡中国的脖子啊 中国就受到很大的教训 那这次呢 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了这个军事行动 以后我们就知道前一阵子 应该是距现在有两个月了吧 那俄罗斯就炸毁了乌克兰 在扎波罗热的那个发动机生产车间 当时呢 我们很多的中国的网友哈 就心里一紧对吧 觉得说这事呢 对中国有没有影响了 我们还指望说和乌克兰的关系 如果说能够缓和的话 是不是这个项目还可以继续下去呢 现在炸毁了 那中国现在就一点指望也没有了 那这件事情对中国有没有影响呢 今天我就看到中央电视台 专门来说了一下这事 有没有影响 肯定是有影响 但是影响大吗 影响不大 为什么 因为就是在泽连斯基上台之后 变卦的时候 中国就已经留了心眼了 中国就大量的构建了乌克兰所生产的那个发动机 中国有两款军事的训练机 战斗机的训练机 用的就是马来西齐的发动机 那中国呢就建了他很多 就搞了很多的存货 以防万一 那现在呢 他那个工厂就被炸毁了 对吧 炸毁了 现在对中国有影响吗 中国因为有存货 没有影响 但是你会说了 这个存货能永远都用不完吗 不会 肯定有用完的时候 那等于用完的时候怎么办呢 中国有两个解决方案 一个呢 就是中国之前的时候呢 也立了项 对这种发动机呢 进行研究 已经研究到半道了 但是呢 因为要收购乌克兰的这个马来西齐 所以那研究呢 就搁置了 就把那个项目呢 作为技术储备了 中国人真是没有压力 就没有动力 太惰心了 你说被美国卡脖子的时候 我们就认识到 之前的时候 中国有一个原则 刚给个开放的时候 说是呢 自己做不如租 租不如买 只有这么一个败家子的理论 觉得我们那可以买呀 我干嘛要租啊 说如果可以租的话 我干嘛自己做呀 就是这样的一个理论 结果到最后让美国卡脖子 那让美国都抢了脖子了 就乌克兰的这个 还不吸取教训吗 为什么要把研究到半道的项目 给它搁置呢 又去买这个乌克兰 结果又被人家卡脖子了吗 卡脖子了以后呢 还不把那研究项目恢复起来 直到现在 俄罗斯把它给炸了 好 这下行了 现在呢 我也不知道 他们恢复没恢复 反正呢 中央电视台那节目里面说呀 这是一个选项啊 一个选项呢 就是恢复 那个项目 第二个 还有一个选项 说呢 这个涡汕发动机啊 它原本 在苏联解体之前 它也是俄罗斯和乌克兰 联合研发的 俄罗斯也会 在他们两家分开之后 尤其是在乌克兰 一下子倒向西方之后 和俄罗斯决裂 对立 那俄罗斯呢 就推出来了自己的 又把那个技术呢 又捡起来了 推出来了 自己版本的涡汕发动机 就是俄罗斯呢 也有这个 就是现在呢 俄罗斯把他的工厂 炸了以后吧 中国一个是恢复 自己的那个研究 另外一个选择呢 就是从俄罗斯进口 没有问题 所以说呢 就是把他炸了呀 对中国又有影响 又没影响 等于说没影响 好 我刚才说 好像说到半竿 说日本 说到那个高铁那事 高铁那事呢 日本他再捣乱也不行 阻挡不了 中国在世界上 高铁的市场的占有率 他阻挡不了 那我那天我做了一个视频呢 网友朋友呢 就提出来一个问题 我看也不光是我这个节目的网友这么留言 我看呢 中国人呢 就有好多人就有这个讨论 或者日本啊 他是这么认为的 他说啊 中国这高铁是偷了他们的技术 那中国高铁是不是偷了他们的技术呢 我在我那个视频里面 其实已经说了 中国和他一开始是合作的 那这个合作呢 日本是把他的技术转让给中国的 中国是有付出的 美国老是说中国强迫他向中国交出技术 中国从来都没有 都是一个自愿的 你进到我的市场来 对吧 你有利可图 那作为交换 我呢 就是要求你 把你的技术毫无保留的 分享给中国 那这高铁也是一样 这段时间以来呢 就有争议 但是呢 我今天看到 环球时报 就发了一篇文章啊 他说呀 日本的媒体报道 说20年中日研究人员流向逆转 这怎么回事呢 说日本的媒体朝日新闻 在7月2日的时候就发了一篇文章 文章的题目是 前往中国的日本研究人员 交流知识成为领陶者 这什么意思呢 说希望将京户高铁 作为21世纪两国友好的象征 在全面转移最新技术的同时 我们会考虑在资金方面进行合作 啊 这两句话 这两句话呢 是来自于哪呢 这两句话都是打银号的 来自于哪呢 来自于日本外务省整理的1999年7月中日两国政府有关这个高铁交流的一个内容 就1999年7月的时候 日本希望到中国来给中国建高铁啊 日本方面说呢 希望将北京到上海的这个高铁啊 作为21世纪两国友好的象征 在全面转移最新技术的同时 我们会考虑在资金方面进行合作 就说他这个合作 他不光是愿意全面转移他的最新技术 同时呢 中国可能在当时的时候呢 中国缺乏资金 然后他也提出来说呢 我们可以给你提供资金 你知道吗 这说明什么呀 这说明就是他们上杆子的 这是日本搞的哟 日本政府当时拼命的推销他的这个新干线 有一位日本国土交通省前官员他回忆说 他当时是一个官员 他说对于将技术转让给中国日本的反对声音极少 当时两国之间的技术差距非常大 所以日本很从容 觉得我教你你也不会 我就是教你你也做不出来 所以呢 他们一点都不怕 日本非常的从容 那你这是你的选择呀 那日本外务省的这个报告呢 说20年前呀 日本的经济规模是中国的4倍 研发经费是中国的3倍 资金和技术都是从日本流向中国 中国的人才呢 也往往被日本吸引 中国人都到日本去留学 做交流学者 但是时过境迁呀 现在时代不同了 情况呢 完全逆转 说现在呢 中国的经济规模是日本的4倍 反过来了 而研发经费呢 也反过来了 研发经费呢 中国的是日本的3倍 在被世界各国研究人员引用最多的自然科学论文数量的方面 中国位居世界首位 而日本呢 是第10位 请注意啊 这个排名啊 以前的时候呢 我看到有人说啊 说你中国人发表文学论文管怎么用啊 那都是一些没用的论文 这个和比的并不是你发表多少论文啊 这个比的是呢 在全世界被引用最多的论文 明白吗 被引用 不是说没用 没用的会被引用吗 你都是废话 会被引用吗 然后呢 日本的研究人员前往中国 可以说是一种自然的趋势 现在在中国做交流学者的一个叫倒带损失的日本人 他怎么说呢呢 他说呀 之所以到中国的高校来任职 是因为这里能够提供稳定的职位 还有理想的收入水准 他到中国来呢 已经来了七年了 现在呢 越来越多的日本的青壮年的科学工作者到中国来就业 明白吗 就是反过来了 以前的时候呢 日本吸引了好多中国人到他那去学习和交流 现在呢 他们到中国 这个事呢 我也看出来了 因为呢 在这个疫情期间呀 我就发现中国呢 就停了外国留学生路进中国 让他们在自己的国家上网课 后来呢 中国就开放了一些国家 印度就天天到中国的外交部的记者会上 来问中国的发言人 什么时候让我们印度的留学生回中国上课 什么时候恢复对印度留学生的签证 这说明啥呀 这说明印度就想到中国的大学来 学习中国先进的知识 先进的技术 用美国的话说呢 就来偷我们的技术 我们不学美国那么小心眼 他们愿意来留学 我们就开放大门 就让他来 如今的中国 真的不是以前的中国了 你美国的那个酷炫的那个舰艇 中国真看不上眼 你搞得花里哭哨的 中国的军迷都看不上 没看到你哪一点可取 没看到你哪一点厉害 也就是韩国的那没见过世面的 所谓的军事专业的记者 大惊小怪的 中国的军迷 中国的网友都反应平平很平静 乌克兰的马达西齐 中国也不依赖你 你自己留着吧 这要是当初乌克兰的总统 德烈斯基不拦着那个项目啊 中国买到手的这一次被炸了 那中国的损失不就大了吗 对不对 你没有卖给我 这不是我的 马达西齐不是我的 是你乌克兰自己的 德烈斯基见误判形势 他傻的巴基的 他也觉得他自己很聪明 进被美国算 当枪指 当炮灰 把自己的国家整成这样 好话听不进去 基辛格不就是早就 2014年就提醒他 要保持中立哦 你不要成为美俄博弈的前哨哦 结果不听 就闹成今天那样 将来会后悔的 还有那两个国家呢 芬兰和瑞典肯定后悔 更别提那立陶宛了 好我这个视频就跟您说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看 下次再见 谢谢您的听说 谢谢您的观看 谢谢您的观看 您的观看 您的观看